吉安妇女会爱心队长林明珠多年行善 而这一次不只慷慨捡囊捐款 也邀请旅外的子女们一起加入家乡灾情救助 她由吉安妇女会王德凤理事长 吉安代表会主席邱美云等人陪同 特别专程到吉安妇公所捐赠12万元 依助仁爱基金统筹帮助落实债户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达谢意 吉安妇妇女会爱心队长林明珠多年行善 这一次不只慷慨捡囊捐款 她也邀请旅外子女们一起加入家乡的灾情救助 她由吉安妇妇女会的理事长王德凤 还有吉安代表会主席邱美云等人陪同 来到吉安妇公所捐赠12万元亿助仁爱基金 因为我感觉这次的第一次是在该当 尤其第二次的遗证 我们跟我们华人贵党贵的建筑 我跟我们三个儿子在台北 我说爸爸妈妈 因为华人你也是华人人 你的高兴 你爱跟爸爸妈妈同样 所以大家都会一万一万来回来给我 吉安校长游淑贞颁发感谢状表达了感佩与谢意 感谢各界爱心溢注在吉安 今天我们的明珠奶奶80几岁了 还是献出她的爱与关怀 我们的宫庙也都不具名的汇入了这样的一个善款 或者是私底下不愿意揭露他们的名字的一些善心人士非常的多 甚至于连电锅还有物资跟私下可以挹注的力量 未来要开启的是我们新的在23号以后的黄丹 还有未被列入救灾整备的这样的一个宜居安居氛围的家庭里面 我们会再来作为持续后面的一个关怀跟现金发振的这个部分 在这里线上满满的关怀 那也以及感谢谢谢大家的爱意祝吉安 吉安相公所一定会到位的来做好每一个氛围的捐助活动 游淑贞感谢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捐助 她表示未来相公所会克尽职责统筹灾后的重建工作 专款专用妥善发送到灾民的手上 借旅会前相报道